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从7月25号起到9月7号 和成功高中蝴蝶宫昆虫馆合作 举办蝴蝶之美昆虫之旗展览 一共展出上千种的蝴蝶昆虫标本 其中还有许多是世界各地难得一见的 希望能够让民众在暑假期间 可以进入千奇百怪的昆虫世界 一起来体验大自然的乐趣 谁说到图书馆只能看书呢 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和成功高中蝴蝶宫昆虫科学博物馆合作 举办蝴蝶之美昆虫之旗展览 并在7月25号正式开幕 这次博物馆总共带来了1000种 共3000件的蝴蝶昆虫标本 将青少年图书馆打造成自然教室 带领民众进入千奇百怪的昆虫世界 体验大自然的乐趣 呈现的标本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大家从来没有见过 我很少看到的特种的这些标本 等一下我们研究蝴蝶跟昆虫 70多年的陈维瑟老师 会帮大家来导览 一一的来解说 成功高中的蝴蝶宫 其实大概也有数千种以上的 这一个蝴蝶跟昆虫 其实是蛮多元的 我们可以看到到生物的多样性 然后看到这昆虫 跟蝴蝶这么神奇这么奥秘 真的是相当的难能可贵 开幕当天也邀请到了台湾第一位蝴蝶爷爷 昆虫达人陈维瑟老师来到现场 陈维瑟老师滔滔不绝 和大家分享他70多年来 研究蝴蝶的心得 这次青少年图书馆所推出的蝴蝶昆虫特展 包括了世界各地 以及台湾本土的珍奇昆虫和蝴蝶标本 像是大如巴掌的猫头鹰蝶 最凶的南洋大兜虫类 世界最大的非洲巨金龟 其中被列为宝玉类的珠光凤蝶更是难得一见 在灯光照射下 它的翅膀会随着角度变化而改变颜色相当美丽 因为它是属于物理跟化学色的混合菱粉 所以它在我们投射一个下面的灯 跟上面的基本的白色灯之后 它在不同的角度转动的时候 它后视的部分是会折射出不同的光泽 折射特展展出时间是从7月25号到9月7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前来感受昆虫和蝴蝶千变万化的生态之美 而且只要在展览期间 在青少年图书馆脸书按赞 借书或是半薪证 都可以获得精美小礼物 记者成品张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